宗庆后的一生不仅仅是一部商业传奇 也是改革40年来的历史缩影 不过这年白手起家的他曾三次成为中国内地首富 但他的一生却极其简朴 年消费不到5万块 而且对公司员工还关爱备置 在娃哈哈不开除45岁以上的员工 几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回顾宗庆后的传奇一生 1945年出生的他 16岁因为家里穷主动辍学去汽车厂做学徒 四处打零工 1963年宗庆后从朋友那听说到 周深农场招知青的消息 报名成功之后才有了稳定的工作 当时他们每天都要拉很多的泥土 往返于15公里之间 但空下来之后 还是为一个人待在角落看书 后来农场停办 宗庆后转移到绍兴茶厂 每天种茶割道搬砖招摇 空了还是继续自学看书 一干就是15年 1978年已经过了儿力之年的宗庆后 回到杭州当了纸箱厂的工人 随着改革步伐卖大 宗庆后也放弃了铁饭碗 用创收10万元的承诺 承包了一家校外企业 做起了批发文具的小生意 无论白天黑夜 他都是随传随到 用一辆小货三轮车 跑遍了全杭州 80年代营养品成为风口 很多商家都把目光锁定在了儿童市场上 有一家刚刚成立的公司 生产了一款口服业 想要打进杭州市场 就主动找上宗庆后 想让他当代理 宗庆后果断抓住这个机率 靠销售网络和营销手段 仅用三个月就卖出了120万盒 可是呢 他不甘心只做代理 决定自己做儿童营养品品牌 为了研发配方 他三顾茅庐 请到了浙江医科大学的儿童营养专家 周壮明教授 还去杭州国字号的百年老店 胡庆鱼堂挖人 这才有了娃哈哈的诞生 这产品做出来之后 宗庆后又以21万元的价格 在杭州两家电视台投放广告 广告播出去一个月 娃哈哈就一炮而哄 销售量突破了15万盒 自此以后呢 电视销售就成为娃哈哈的重要战略之一 回顾宗庆后 从零到一的翻身制度 可以说是后继不发的典范 无论身处怎么样的境地 他都没有停下来学习和思考过 遇到机遇呢 又果断抓住 成功之后呢 还不忘总结经验 这才一步一步拥有了娃哈哈商业帝国 所谓穷且一坚不坠清明之志 在缅怀的同时呢 也希望他的故事能够帮助大家 找到应对生活磨练的力量